她是刘德华唯一公开承认过的女友 差一步就可以成为天王嫂 以983年 25岁的华仔前往文温 拍摄上海滩十三太保时 结识了18岁正直花季的玉可欣 两人一见钟情 并迅速坠入爱河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就俨然一副今生非你不讲 今生非你不娶的模样 尽管玉可欣对这段恋情信心满满 但当时几乎没有人看好她们 都默认最终会是比一的结局 因为在华仔还没有爆火之前 她只是一个家境贫寒 极尽无名的穷小子 一穷二白 又怎么配得上年轻貌美 家境阴实的玉可欣呢 况且追玉可欣的富家公子也不在手术 而华仔除了一张脸之外 啥也没有 这般惨烈的对比下 Y姐都觉得是她高盼了玉可欣 年少时只觉得来日方长 荣光尚在 纵容万方反对 但玉可欣仍坚定地站在了男朋友身边 两人大方的公开恋情 是坚如磐石般的双向奔赴 这部剧拍摄结束后 华仔便回香港继续发展了 两人就这样开始了漫长的异地链 当时还没有发达的互联网通讯 所以相隔异地的他们 靠一封又一封的书线来倾诉思念 为了结束这漫长难熬的异地链 最终玉可欣决定放弃弯弯的事业 前往香港发展 在弯弯时 玉可欣签的是琼瑶的公司 像当年琼瑶剧的火爆成都 凭借玉可欣的外貌 只要她留下来 说不定琼瑶狼也有她的一席之地 只可惜她选择了爱情 放弃了誓言 尽管没钱 但华仔还是尽自己所能 给了玉可欣最好的 就算是借便身边的亲戚朋友 也要凑钱给玉可欣订香港的高档酒店 白天她出去拍戏赶通告 晚上就和玉可欣待在一起 护所儿女情长 两人的感情也在这期间迅速升红 华仔甚至曾写下婚书 发誓这辈子非她不去 来到香港后 玉可欣也拍了数部影片 虽然没有大红 但也受到了外界的肯定 她本打算乘胜追击 却不想华仔在这时 陷入了事业低谷期 因为和公司的合约问题 华仔被学藏了 很长一段都接不到通告 在这段郁郁不得志的日子里 是玉可欣一直默默陪在她身边 安慰鼓励她 甚至放弃自己正在上升期的事业 只为了华仔能够走出低谷 1983年 华仔凭借神雕侠里中杨过一脚走轰 她有实力 又等到了时来运转 所以吸纳了一批忠实狂热的粉丝 一时间风光无限 因为恋情落下事业的 玉可欣这才发现 两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她再也无法追上华仔的角度了 而且因为华仔的爆红 他们的恋爱也被迫 转为了底下恋 就算华仔还计划着和她去国外结婚 还当着玉可欣母亲的面 签下结婚证书 可当玉可欣的身份被曝光 被一众粉丝恶言抨击的时候 她还是先一步放弃 放开了华仔的手 亲手结束了这段为期三年的恋情 原来某次和华仔约会后 玉可欣的身份意外被曝光了 无法接受自家偶像有女朋友的部分粉丝 便将其撒在了玉可欣的身上 各种乌言会语不堪入 无法忍受巨大压力的她 便向华仔提出了分手 跟刘德华的恋情被曝光 所以你压力大到就跑回台湾来 是这样吗 是真的 因为到最后我几乎就是说 每个礼拜每天都会上头版 会被影迷骂八婆啊 干嘛什么东西 真的啊 会 支持刘德华的fans吗 对 然后就是说 台湾来的狐狸精勾引她 为了想红不择手 再跟她在一起 分手后华仔曾托表妹 联络欲可欣 但表妹调皮 没有转达这件事 所以两人最终还是错过了 就是她之前有托 我一个表妹 就是说联络我的方式 可是我那表妹 你知道女孩子消影迷 就自己所有把她藏起来了 所以就造成我们之间 很大的误会 不过年少吃热的爱 也不是作假的 两人曾有过一段十年之约 在欲可欣的书中曾写道 我们没有分手的时候 华仔就曾经开过玩笑 说如果以后分手了 等到分手的第十年 二人都还没找到朋友的话 可以再续前缘 我们有一个十年之约嘛 因为当时我刚刚在一起 我们有这种危机感 老师说 他老师会跟我说 如果我们现在分手的话 十年以后可不可以再在一起 我也不会有女朋友 你也不会有男朋友的情况下 但这话似乎只有她放在了心上 和华仔分手后 欲可欣的事业再无其次 她怀念着从前的幸福 却知道再也回不到过去 欲可欣原以为华仔也跟自己一样 对这段感情无法释回 却不想两人分手后不解 她的身边就有了主力气 也许是困在昔日的恋情里出不来 也许是不甘那么相爱的人 却能转身相拥新欢 也许是懊悔自己过早放手 千仇万许下 欲可欣凭借着华仔前六的身份 开始整活 将两人的恋爱细节 写进秦海星空 我与华仔在之中 2005年欲可欣的这本书 曝光了刘德华不为人知的秘密 在这本书里 欲可欣详细地写出了 他们从相恋到分手的全过程 其中还包括 他和华仔的私访知识 只因对方功夫了得 像一条活龙嗷叫 因为这本书 华仔也在采访中 也被记者屡屡逼问 他说的是真的吗 华仔对此并未否认 秦海星空出版后 有人骂欲可欣不应该写这本书 质疑他是在蹭华仔的热度 对此欲可欣表示 自己只是想为这段恋爱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因为此前曾被污名化 现在他只想为自己证明 除了一些大尺度的描写 在书中欲可欣还表示 两人分手是因为朱丽倩的借劣 他直言我恨 真的很恨 是因为他让我的爱情不完整 爱情就是我的生命 我的全部 他是我的第一个男人 我爱他 如果不爱他 又怎么能会在相识的短短13天 就和他一老公老婆相称 住在一起 蹭着华仔的热度 欲可欣的秦海星空 狂消了20多万次 1999年的时候 他还特地拖击着为华仔 送去了一份自己新拍的写真照 但华仔一见历劫黑面走人 后来媒体大肆报道了这件事 都置欲可欣是在炒作蹭热度 但他并不在意这些 依然在很多场合提起华仔 其实华仔和朱丽倩结婚后 有传闻说 欲可欣也另嫁他人 据说新郎是华仔的运用体身 大陆演员杜以恒 他还怀怨 但这个新闻很快就被 欲可欣一方亲自辟谣 还表示他和杜以恒的交际 仅在玻璃爱情 不过因为种种原因 两人后来并没有合作 玻璃爱情是晴海星空的翻拍剧 而这其中也发生了许多弯弯绕绕 让欲可欣同时和两个搞事大忙宋祖的 邓建国牵扯到了一块 死要刘德华几十年的欲可欣 究竟是何目的 当年那本记录他和华仔故事的 晴海星空大卖后 嗅到商机的资本方便蠢蠢欲动了 欲可欣就翻拍版权 谈过几家公司我们不得而知 只知他曾和巨星影业的邓建国 以十万的价格做了初步协议 把影视设置权给了对方 其中还包括欲可欣三年的演艺经济乐 但此后邓建国方一直频生变故 以至于拖到最后不了了之 而邓建国实际也才付给 欲可欣五万的费用 紧接着娱乐圈人人喊骂的宋祖德 跑出来直白地表示 邓建国只是想用欲可欣 为自己的艺人排圈 搬拉人气赚钱 自己才是拿到版权的人 此时西安某影视公司又宣称 自己是晴海星空一书 电视剧版权的唯一拥有者 该公司表示宋祖德 根本没有电视剧影视改编版权 却还到处做剧组拉演员 根本是在为自己炒作 因此他们将保留 对其采取法律诉讼的权利 对此宋祖德之言 我不想理会那家公司 他们是想接我炒作 我和欲可欣已经商量好了 他将会把电视剧的 拍摄版权委托给我 别人都是不作数的 欲可欣会和邓建国 及西安的那家公司都解约的 解决了版权插取后 晴海星空变更名为 玻璃爱情正式开拍了 据说拍摄这部 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电视剧时 作为真正主人公 及主演的欲可欣 曾一度情难自己 这种自己演自己的感觉 他坦言 真的就像在往事重提 一幕幕涌现眼前 本来戏里就有很多哭泣 但有很多次 我都是情不自禁的流泪 可以说全剧将近90%的哭泣 都是我发自内心的真酷 当那些昔日的维好 温馨的场面一幕幕中 现在眼前时 那种熟悉热切的感觉 又重新涌动 欲可欣说我是被自己感动 写书拍戏 都是为了纪念昔日的感情 我也希望华仔能看看 毕竟这是对我们感情的纪念 我书也写了 戏也拍了 也该就此忘情了 走过半生 年少那段短暂吃热的爱 却影响了欲可欣一生 年少的时候遇见了太惊艳的人 他惊艳了时光和岁月 惊艳了你 却最终离开了你 这般起伏辗转 又怎么轻易释怀 所以欲可欣纠缠 对方也能理解 但无法苟通 因为这也给你深爱之人带去了伤害